好的 主播 根据CNN稍早最新消息指出 7月时叛逃到北韩的美国陆军二等兵金恩 大约在几个小时就会回到位于美国德州的陆军联合基地 这之前 金恩先被北韩方面移送到位于中国大陆丹东的中朝友谊桥 转交给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 接着飞往沈阳 再转到南韩乌山美军基地 最后返回美国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 金恩目前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非常的好 并且感谢在北韩有设十冠的瑞典政府外交协助 以及北京协助让金恩越境 而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导 27号北韩政府决定驱逐金恩 还说金恩承认自己会非法侵入北韩 是因为对美军内部不人道对待和种族歧视不满 但却没有清楚说明最后决定驱逐金恩的原因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 美方并未和北韩提出交换条件 也没做出任何让步 那么金恩在7月逃往北韩之前 曾因为在南韩美军基地闹事 原本就要送回美国接受惩处 后来却从仁川机场逃走 隔天跟着参加两韩边界观光团时 趁机逃到北韩 金恩回到美国之后 除了面临原本的军纪惩处 恐怕还有一连串 关于他在北韩情形如何的密集审问等着他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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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